《扶貧智庫》在2001年4月至7月 舉行了一系列有關貧窮問題的研討會 RTV就這個議題 製作了一共8集的專輯 並請來來自國界界別的嘉賓 就這個問題進行深入討論 有興趣的朋友請留意RTV的網上更新 歡迎大家回到政治發言人 我又是你們的節目主持人胡柏倫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話題就是國民教育 國民教育是什麼呢 我們在字上解釋很簡單 就是國和民的教育 什麼是國什麼民呢 我們是香港人 香港是屬於中國的 就是中國 民是什麼呢 中國人民 這些就叫國民教育 香港推展國民教育有幾年的歷史 我們看香港的主權移交 有些人問 為什麼我經常說97年都叫主權移交 不叫緩歸的呢 我其實真的不認為香港是中國的一份子 不過現在移交給中國 那就是中國的一份子 香港的國民教育 就由我們主權移交開始的時候 就開始很著力推行 其實你說在主權移交之前有沒有推行國民教育 以前推行什麼國民教育呢 就是說仕頭婆是最厲害的 仕頭婆是最厲害的 你看我們以前的銀子 全部印著仕頭婆 以前那些鈔票 有些英國的特色 例如要簽名 簽名外國特色 中國第四是什麼 中國第四是圖章 這些其實都是一些國民上的教育 在主權移交之後 你也明白了 共產國家當然覺得自己脅 才要推行更加強烈的國民教育 令到大家的心歸向祖國 在主權移交之後 國民教育最主要由幾方面去推行 第一最可憐最可憐的就是公務員 那些人經常說 國民教育關公務員鬼事嗎 關公務員差事嗎 其實就真的不是 你知道原來在公務員體制裡面 有一個叫公務員事務局 公務員事務局之下有兩個科 一個叫人事及編制科 另一個叫國民教育科 你看到多重 國民教育在聯絡公務員的編制裡面是這麼重的 在公務員體制裡面怎麼推行國民教育呢 首先呢就當然要所有新入職的公務員要認識基本法啦 考考你啊 行政長官要多少錢才可以做啊 如果香港和中國法律出現矛盾 就是阿爺說事的基本法大了 就是起碼要認識這些東西啦 入職的啦 那你已經入職的那些呢 原來一年要最少聽一次關於國情的研習的一些工作坊啦 上至警察 下至清潔那位阿爺 上至是高級上任秘書長 下至助理文書員 全部每年都要最少參加一次關於國情 或者中國的研究的一些工作坊 或者一些專題講座 嘩 好誇張啊 那公務員體制需要學國民教育 那教育嘛 當然是和教育有關的啦 那教育局呢 也都推行國民教育 那最近很hit的話題啦 很多人罵爆啊 那就是說這個教育局是強制 不是 還未實行的啦 不過應該都會實行的啦 沒錯啦 就強制在小學和中學推行國德育及國民教育科 那甚至有些國民教育委員會的委員出來就說 不應該叫德育及國民教育 應該是國民教育及德育科 那為什麼呢 國 重要過文 文就重要過德嘛 不過不是啦 以前你有沒有聽過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嘛 那是自己 跟著家 跟著國 跟著才天下 那但是 現在不同啦 沒有國乃有家 國家國家 那 anyway啦 那但是呢 現在 即是我們已經有通識科 通識科裡面有個叫 今日香港及今天中國的專題 但是呢 無緣無故推過叫德育及國民教育科 那雖然有人說 為什麼要推德育國民教育科呢 我們 我們 教育的五大觀念 德肢體群美 美育就是音樂美勞 肢育就是智力發展 體育就是體育 群就是群體 沒有什麼德育 你說 我們以前讀中學 經常都有 有些校長說 我們出街要有禮貌 不要光顧街邊小販 我們對人要尊敬 尊敬師長 這些就是德育 以前其實已經是有 向來都有的東西 現在特地要去做一些東西 就是給人知道 哇 香港是沒有品的 沒有品德 要教才可以的 那你說是不是無聊 那德育已經是這樣了 國民教育更加上 又是重複分通識科的東西 甚至有人可能讀中史啊 或者歷史研究 那就是重複 國民教育這個科目 真是一個很奇怪很奇怪 你說有用也好 沒有用也好 我自己來說 我絕對不認為 德育及國民教育這件事 是需要一個獨立的學科去學的 我問你了 德育你告訴我你學什麼 不要沖紅燈 學別人的老人家落巴燒扶著他 就是這樣的東西 你覺得是不是需要學呢 就是這些是做人基本的常識 其實你說要學呢 就是香港人根本沒有常識 Anyway 有一個叫德育及國民教育科 還有教育局推償國民教育在什麼呢 例如我們現在見 就是香港很大部分的學校中小學 都是近幾年 全部獲資了 就是做了一些國 不是 旗桿 不要說國旗 旗桿在這裡 有兩支旗桿 一支是國旗 一支區旗 打算是給一些學生升的 寫了一些指印的 什麼時候要升旗呢 例如逢七一十月一號 學校就要升旗了 就是一個很奇怪 就是不知什麼人想的這些東西 七一號學校不是放假的嗎 十二一號學校不是放假的嗎 元旦學校不是放假的嗎 反而這些日子要升旗 就是升旗給誰看 之後當然改了 這個最初的版本 就是說希望學校每天都升旗 增強別人 就是學生對於國家的認同感 但是一件事 大家是不是需要一定認同自己的國家呢 那不認同的時候 德育及國民教育科 又會不會告訴大家 你應該怎樣做才告訴大家 我是不認同你的呢 那這件事對不起 德育及國民教育科是不會存在的 那這些是何謂國民教育呢 你只是告訴別人 見到這個紅色五顆星的旗 你就要縮立 但是又不告訴別人 你知道這支旗背後 就是辛亥革命和國共內戰 其實是什麼 很簡單地想 辛亥革命就是勾結外國勢力 即是當年孫中山勾結日本人 暴力推翻政權 也是孫中山武昌起義 拿著刀拿著棍 打到清政府 下街流水 然後 又是青年發生 青年運動 一大堆現在認為是不適合的東西 就推崇了 但是你又不說國共內戰的原因 就是因為共產黨 是一個無理的政黨 當時就說國民政府對人不好 所以要推翻他 所以要推翻他 何嘗見得現在共產黨對人很好呢 當然你說國民教的其中一部分 但是只是正面沒有負面 是不是適合呢 升國旗 升國旗 又是一樣 另外 現在原來我們每一間中小學 又是好像公務員一樣 每年要舉辦一些國情的講座 是給全校的師生 老師和學生 都要去洗腦 不斷地洗 洗腎 洗肝 洗胃 什麼都洗你 總之你身裏最好就是 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 中國的中小學上有條紅色的領巾 有綁個結在中間 有原因的 那條巾是代表共產黨的 最好香港政府如果做到 以後學生上學全部都要這樣做 當然香港不會做到這麼露骨的事情 但是每年學校都要去搞分類似的事情 辦了一些相關的國情的一些研究 甚至有些愛國愛港學校 那些曾育成做校監那些 每年都會舉辦 不知道是真的這麼有興趣去參觀內地 或是什麼 每年都會舉辦這些內地的遊學團 認識這個內地文化等等 但是你知道這些遊學團 通常都只會帶你去看尿巢水立方 但是不會看到那些北京的市民 因為起尿巢水立方被你逼遷的那種苦況 那這些就是國民教育 就是政府說要的國民教育 除了你說公務員好 現在的學校好 其他人好像我們這些在職人士 或者老人家那些以前都是受開仕頭婆理 沒有什麼國民教育教的 怎麼洗腦呢 厲害了 現在大家有沒有看到這個 每晚新聞之前都會有 心系家國 那做什麼 就是洗腦 中國多強大多繁榮 我們士農工商 樣樣有 然後有國歌奏起了 真是我見過有些人 當然我認同他的做法 就是聽到國歌是縮立 但是又是那句 你只是播國歌 又不告訴別人聽 國歌背後的意義 義勇軍進行曲 又是說打仗 暴力推翻一些政權 即你又不告訴別人聽一些背後的意義 只是麻木地去追從 去推行一些正面教育的宣傳的時候 就是一樣很不道德 亦都是被人救病的地方 就是存在在這裡 好像你經常說 我們中史書永遠都不會說六四事件 當然有人解釋 六四事件才發生了二十年 哪裡算是歷史 那為什麼香港主權移交要放入歷史書裡面呢 為什麼當年SARS也會放入歷史書裡面呢 是不是 2008年搞奧運辦得這麼成功 歷史書又有 1989年這麼成功去暴力 驅散學生 為什麼歷史書又會沒有呢 其他原因就是香港政府 根本就是不想面對歷史真相 而且香港政府時時都受到阿爺的額頭 就是你夠膽造反嗎 一向都沒有什麼人夠膽造反 如果不是阿爺額頭 阿爺說你們香港人對於國民教育這件事 不認識 香港人又不知我們祖國多偉大的山寨廠 又不知我們祖國多偉大的釘子戶 那時候這些是怎麼算是國民教育呢 是不是 即使你說公務員推順 那麼教育局又搞 你又問心系家國誰搞的 就是民政事務局 曾德成局長以前是左派分子 是不是 扔菠蘿索過牢 現在青年正宗報國 效忠 中華人民共和國共產黨 不是說錯話 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的時候 當然是要推行多些 就是告訴別人 中華人民共和國有什麼好的 是不是 我們看到現在所有東西 不論你說是 深系家國短片好 或者你政府搞的所有遊學團好 全部都絕口不是中國的黑暗一面 全部都是光明正大 我們扮奧運扮得多成功 水立方鳥巢 青島帆船中心 秦皇島足球中心 是不是 奧運成功的一面 再說遠一點 我們推翻這個帝制 成立這個民國主義 又有 但是在何來做一些 中國做了那麼多 暗殺政治犯 拘禁民運人士 所有埋沒良心的東西的時候 真是中國政府也不說 香港政府也不說的時候 剩分了一群有良心的香港市民的時候 這個國民教育 大家認為 是否推行得完全正確呢 你不斷地向下施壓下來 告訴別人 這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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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不僅 現在我們香港越來越多 就是優才輸入計劃 或者說其他 就是內地人 明明內地整個家人又上至下 沒有一個是香港人 又有些移民投資計劃 越來越來越多 越來越多內地人 我不喜歡叫大陸人 就是內地人 移民來香港 你說對香港人來說 是呀 是呀 好厲害呀 這些人 有錢 幫到香港的經濟發展 這邊優才輸入計劃 哇 這個鋼琴家 代表香港 什麼什麼 打冰冰球 高手 哇 代表香港拿奧運銀牌 其實實際上 很多時候你沒見到 又是大陸政府 插手下來 我要安排這樣這樣的人 A B C D E 1 2 3 4 5 下來香港 然後呢 慢慢滲透 我們過了50年之後 還用什麼國民教育呢 個個帶著紅衛巾 然後回小學 回中學 以後就變成了共產黨 香港 這個 就是原來現在 香港政府 推行國民教育的原因 正正就是 告訴你 香港人你想有香港存在 50年之後 就不會有了 有國民教育 為什麼沒有區民教育呢 為什麼沒有特區 告訴大家 特區有什麼 只有國 只是認識中國 不需要認識香港特區 這個 國民教育 不斷推行 現在不止 除了你剛才說的 民政事務處 在公眾層面的推行 教育局 在教育層面推行 公務員事務局 在公務員層面推行之外 現在體育文化演例出版 等等 所有的各行各業 開始都推行 不斷地把國民教育的訊息 推行下去 例如什麼 大家知不知道 原來現在 很可憐的就是 如果一些人 要拿大陸車牌 車有些月 然後 是不是 要考一些 和大陸有關 即是要 國民教育的事 即是 說就是 認識中國的法律 實際上 就是 洗腦 即是告訴你 你要跟我們中國接掛勾 你就要做到這樣的事情 好像現在香港人在內地設廠 原來又要審批的 審批的時候又要通過一些事 什麼事 又是國民教育 又是告訴你 我們中國這樣這樣 你要做到這樣這樣這樣 你不要出外跟我宣揚 不要做漢奸 你不要告訴別人 香港中國有多黑暗 你要宣傳中國正面的一面 你看看我們中國很多時候有貪腐的新聞 永遠都不會出外 但是你說是一些好的新聞 趕快出外不斷寫寫寫 什麼都寫大餐 這個國民教育大家願不願意見到 我們特區就說 其實國民教育這件事 不是大家想到這樣的 只不過我們想增加大家對身份的認同感 對國家的認同感 我想問大家一句 作為香港人 你對自己的身份沒有認同感嗎 你自己不會帶身份證出外嗎 除了你說 身份證 除了你說是政府規定 你一定要帶之外 你不會因為拿著三顆星而自豪嗎 我自己經常都是這樣想 我自己是一個三顆星的居民 不可以說是原居民 但我是一個居民 起碼我是一個香港人 堂堂正正的一個香港人 我爸爸媽媽 或者我載之前的輩子 都是在香港成長 在香港大 現在開始越來越多 我不是歧視別人 但實際上 很多時候來香港真的有什麼好呢 香港的空氣又不好 香港的福利又不好 香港的教育可能會好些 因為下一代都應該來香港教育 但是你想想 香港越來越 我們很簡單 以前說的深圳和廣州的分別 就是廣州是比較內陸一些 深圳是沿海一些 會開放一些 做些事是會比較和外國接軌的 但是你們現在看看 深圳和廣州有什麼分別 也都是這樣 有什麼分別 而且以前深圳很多時候 我們都是用港幣洗錢 深圳以前很多時候 那些人都會聽廣東話 會說廣東話 雖然廣東就是廣州 都會說廣東話 但是現在深圳大部分 你逛街都聽到別人在說普通話 已經不斷地將這個文化南下 我們再加上香港這樣 不斷地將我們香港原先的特色 慢慢將這個中國特色滲透進去 從什麼人開始 從幼稚園小學生開始 告訴你 我們香港人 其實是喜歡到處蹲在地下 然後去廁所 不用什麼什麼 到處去 這些文化 當然你說沒有教育你 但是我就誇張了 但是實際上 中國文化就是這樣 慢慢將香港人 從小學的階段 洗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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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有些人眉睜眼期 不會讓你洗腦 但是 慢慢同化了你的香港人 孤立了你的所謂的反對分子 哇 你看 現在 香港有60%的人支持反對派 將來可能只剩40% 20% 10% 5% 只剩1%的時候 然後 解放軍 乘機下來 扔掉這班 反對派 然後去香港 就同化了 成為中國 一向都是中國的一份指摘 已經不需要再有一個叫 香港特別行政區 因為不再特別 不再是高度自治 是由中央政府完全管治的時候 哇 國民教育辦得非常成功 為什麼 因為香港人已經再不是香港人了 我出街會跟人說 你好 我是中國人 你哪裡來啊 我是香港來的 廣東的香港 就是這樣 就是告訴人 我們已經不是香港特別行政區 而是廣東省 可能香港縣 這樣的時候 國民教育 洗腦版的國民教育 越辦越成功的時候 香港人和大陸人 接了鬼的時候 還不用說普選 將來 將來選出來那個 真的選出來那個 可能是溫家寶的契仔 胡錦濤的契孫 這樣 越來越把這些信息 帶給香港人 不過 國民教育 其實都有一件事好的 就是說 我們對於國家認同感 對於它在科技發展方面的進步的一些欣慰 都是好的 國民教育其實本質就不差 但是實際上 看分 這個內容的編排 就是為什麼 只有正面信息 就沒有了負面信息 就是我們要學懂 批判性的思考 但是對於中國問題 又不可以有批判性的想法的時候 這個是否一個香港人 樂意見到的教育制度呢 雖然我都很贊同 播下國歌 讓大家認識首國歌 香港 在主權移交之前 都沒有多少人會唱英國國歌 我想香港現在基本上有九成人都會唱中國國歌 對於國家的認同感 的確是增大了 但是呢 對於增大了國家的認同感之餘 有沒有完全是多方位的認識到 我們這個祖國現在面對的問題呢 就是在一些立場上面 我們有沒有一些 就是告訴大家 中國現在這樣 我希望大家提出一些解決的方案 令到中國人可以在社會上面 就是佔的份量是多些的呢 就是這個才是一個正式 國民教育 希望告訴大家 要做到的事情 那如果 就是國民教育 只是告訴大家 中國是富強的 中國是偉大的 中國呢 十三億人口 全部都封衣足食的 那這個呢 只是叫做化妝術 就不是國民教育 所以推行國民教育呢 就不是不行 而不是將這些國民教育呢 標籤為 認識中國正面的一面的話呢 國民教育呢 我個人來說呢 是絕對認同 那大家呢 如果有 有看過 香港所謂國民教育的一些指引呢 我真的很難認同 現在這種國民教育的制度 多謝 可以隨地利用iPad iPhone 或者其他手提電子裝置 觀看電子書內容 這個就是iRead 和你看普通書一樣 甚至即時連想不同 社交媒體的頻道 連結到作者網站交流心得 實行多媒體互動 你還可以download書內的相片 觀賞或者下載隨書影片 記錄書